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拿出一个狠货 给他寄作产品了 这里这个玛瑙纹很黄 一层层的玛瑙纹 有点像那种藏丝的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他又凹了两个孔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手镯 如果不能出手镯的话 就把这个黄色的给他挖出来 寄作那个手串 做出来的珠子都是一圈圈的 好 我们先给他把旁边的皮切掉一点 看一下有没有裂 因为这边这一条 好像有点像裂的感觉 好 给他开切 赶给他去了一下皮 惨不忍睹 太裂了吧 哪个地方都有裂 这里一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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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这个裂啊 基本上都贯穿 全部被我剥了一下皮 看了一下 这个裂啊 全部都进来 现在来看的话 手镯是没有了 好可惜啊 这么黄的料子 竟然出不了手镯 要么只能打珠子 或者出一点小挂件了 锡头就是这样子 有些看着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其他的问题啊 接踵而记 如果没有裂的话 我随便搞一条手镯 都是精品 但是锡头它有这么黄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物件 它都是很精美的啊 好 接下来照裂 给他开刀了 给他切了一个手串 然后两个吊坠啊 中间都是带这个黄色的玛瑙纹啊 其他这种也可以说是 红油 红色的感觉的啊 然后这个珠子的话 全部都是带玛瑙纹的啊 整个都是啊 做出来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长丝纹的手串 然后这些边角 只能给他做一些小珠子了 也可以给他做成一条线链 然后配在这个牌子上面 刚好是一套嘛 这个料子统一 颜色也统一啊 这个珠子也是很通透的啊 你看每一个打灯 黄秋秋的 这个透光非常大 玛瑙的话 它一般都是很通透的啊 所以玛瑙给人的感觉啊 也是比较精美的 好 如果你也喜欢新头 点个关注点个赞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